第38题383944题主请阅读下列文章并回答问题欧姆定律与电极人体遭受电极是电压造成的还是电流造成的电极造成的伤害是电流通过身体的结果 我们可从欧姆定律看到电流是因为所施加的电压而定也会因人体中的电阻来决定通过电流的大小 人体的电阻随环境差异而变化很大小到只有100欧姆例如全身浸在盐水中大到约50万欧姆例如全身皮肤非常干燥擦干手指去触摸电瓶的电极人体对于电荷流动的有效电阻约为10万欧姆通常碰触12伏特的电瓶我们不会有特别的感觉 但若是20伏特可能会感到轻微的骚痒但如果皮肤潮湿会因为电阻变小通过的电流变大而让人感到非常难受 人体对各种电流的反应如下表所示结录至观念物理5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表格 然后呢第38题问严重的电极可能会致命主因是因何种因素对人体造成伤害事实上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已经看得到了电极造成的伤害是电流通过身体的结果所以这是电流所造成的因此第38题问我们说严重的电极可能会致命主因是何种因素对人体造成伤害 我们答案选择是B 电流